我们刚刚教完十一之六 讲到生物科技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挑到应用生物的一之三 及二之三 就是如何利用基因转值或生物科技 产生基改作物应用于农业 应用生物第一章是讲农业 那这些产品这些作物做出来之后 它的这些作物的产品 如何做成食品就变成基改食品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进入的二之三 所以我们先进入基改作物是农业 等一下再介绍基改食品 就是第二章食品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之三 标题叫基改生物 那基改生物我们从生活中引入 我们的课本上是以这个例子为生活中的例子 进口水果 如果你是来自于欧美体系的话 它会有标签的 这个标签是大概四到五个码 那这个码的会有不同的字首 像这个是四开头 这是四开头 我这边听说四开头 有的是三开头 这些码的开头有意义的 编码的开头 这个编码叫PLU 在上面 是英美规的 那什么样国家来的水果会有呢 就是英美体制的嘛 谁 美国英国 纽西兰澳洲 纽西兰澳洲是英国体系的 OK吧 大英国协 所以他们来的就会有这个PLU 所以你看看照片 由纽西兰来的七一国 它也是符合这个码 那这个码的为首为四 四号 就代表是一般的水果 有农药的 你可能要洗干净 如果是九号就贵一点 就是有机栽种的 但如果是八号开头的呢 就是基改 所以如果哪天看到 八号开头的耶 基改 但是你看不到 国内目前没有准许 基改水果进来 所以你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你要看要去国外看 国内没有 那当然这个码 发现不够用 所以开始有增加 四号字头不够了 现在已经出现三号字头了 PLU码 这是一个影致生活的例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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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